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今天介绍一个比较少见的产品 就是这个抹地机械人 抹地机械人不是吸塵机械人 因为吸塵机械人都比较多 在市面上就是这个 我现在用不开的这个 刚刚也是Samsung 这些机械人来说 在100个公司或者电器店 其实都是有那么多的 这个筷子是没有的 我是帮过拿回来的 这个筷子有什么特别呢 这个吸塵机 就是真的搭在了一个真正的吸塵机械人 一个数据的机械人 这个稍后我再轻轻介绍 因为这个不是一个新产品 我今天最主要介绍 就是这个Samsung Jetboard Mode 的抹地机械人 那我们一会儿 就做一个开箱和示范 给大家看一下 好了 那我们现在立刻打开 看看里面是什么的 说明书 这里有 这里有什么 我先打开 这里有一个板 这里有一些 清洁的 棉 打开里面就是 就是这个机械的 方向 这部机械人 很小的 你看我手拿着 很轻松你就知道 是很小的 我先打开 里面还有 热控 有一个橙 還有一個火鍋 我們開了箱 拆開這部片 其實裡面有什麼呢 當然有一個機器 還有一個底盤給你裝 這裡有兩個是水管 你可以入水或少量的清潔劑 它會濕潤這兩塊的清潔劑 這是一個攝影機器 這一款的棉最適合是抹窗或牆身等 這些比較需要抹塵的地方 而這兩個是用來抹地的棉 這裡還有一個遙控 就是完結了 就只有這麼多 我們現在馬上開始試試看是否容易融資 首先第一步來說 我們要將需要抹的部分 吸到水盤上 這個水盤其實只是一個很簡單的魔術貼 你把它放進去就可以了 再探一下這個 第二步來說就是入水了 好 其實它的水盤不是很大 所以不需要入太多水 好 差不多了 不要太悶了 太悶了 怕會流出來 OK 放進去 好了 進去水了 水盤放好之後 我們就要把它放進機器上 其實都沒有什麼難度的 因為這裡其實有一個六角形的形狀 然後聽到拍一聲 已經裝好了 一切準備就緒 我們現在就是開工的時候 開關就在這裡 按住它 嘩好聽啊 然後耳朵那邊就按 開始 那我就開始在這裡擦 那我先躲起來 那其實呢 一般的家庭之外 都是吸塵的 其實呢 我們就算是機械人 我覺得那個方式都是應該要這樣做的 那所以呢 其實我順便講一下 這個吸塵的機械人 那這個是一個很容易的吸塵機械人 都是Samsung的出版 不過不知道為什麼 香港是不能買的 那這個是我可以拿回來的 那它的好處就是 它的吸力是比較強大 比一般的吸塵機也是比較強大的 因為它真的搭載了一個 真的吸塵機在上面 那變了來說呢 當然它是有好處 就是吸塵機械人 但是它也有好處 因為它是真的吸塵機械人 所以它的草音都比較大 那我們現在就馬上開它 看看 究竟它是怎樣走 你會看到其實它也很智能的 它看到那些牆位 角位 它會自動地開的 它會有一個前置的鏡頭 去偵測你整個屋子的地形 它就會是整個屋子 都可以幫你吸塵的位置 都可以吸塵的位置 唯一它去不到的地方 就是那些邊緣的位置 或者是你梳化底的那些 它是去不到的 但是一般來說 它是偵測好地形之後 它就會全家屋子 都會幫你吸塵一次 你家族 就好 在這上面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這支水已經溶掉了 很容易就把它拆開 好 其實它除了自動的功能之外 其實它還有幾個不同的功能 包括有Edge 即是你只擦邊 Focus 只會擦某些地方 Intensive 都是的 只是擦某些地方 Pattern就是它用不同自己的打轉方式去走運整間屋 Step 其實都很複雜 還有一個奴役模式 你就要它走到50分鐘才可以停 好了 我們試了冷氣的功能之後 其實它有一個就是Start一點錢 我們拿傳它 然後按這個開關細量 它就進入這個手持的功能 你就可以用來擦一下牆 擦一下玻璃 擦一下玻璃 都可以的 其實它也不是很重的 這樣我們可以很輕鬆地把它擦 對 對了 那你完了 你擦這樣兩下 這樣就完成了 那我們現在就 抹完所有東西 其實就要清潔這個玻璃 這一塊的布 其實就 可以用清水 或者用一點點滴汁都可以的 因為它就送了一個 抹茶給我們 那 很簡單的 那每一次你洗完 洗完 洗完 那你用這個擦清洗完之後 如果我的建議來說 你最好都是用一些消毒劑 啊 停滑啊 再噴一噴 在之前 之前 可以這樣扭 然後你去拿乾 就留下一次用 好了 那就用了一段時間 試用了 那 講一講這部機的優點 和小點 那其實這部機來講 我們首先講一講價錢 那這個呢 大概是299美金 那貴不貴呢 其實我就真的覺得不算貴 因為 一般那些吸塵的機械人 其實現在在香港來講 有朋友貴 有牌子的那些 是5-6-7千元 都有 但是這個如果你說 是299美金來講 其實有 OK 可以接受 但是有一點點麻煩 因為這個只有美國 現在暫時有得賣 那你又要自己運回來香港 那另外一個 好處就是呢 這部機呢 竟然不是東南亞製造 竟然是 Made in Korea 的 韓國自己出產 其實就是 信心方面 也有保證 那 那 對於懶人來講 這部機 我覺得是絕對自己投資 因為你除了吸塵之外 你吸原層 你會有時候覺得 那個地下 有一點癡癡癡癡癡的感覺 那你用了這個抹地 如果你的模式的話 你將它所有的污漬 都可以一次地清除 的話 你的地下會爽很多 那當然 它只可以使用於 譬如是 地磚 或者是地板 這一類型的地下 如果你說地毯 那樣 So sorry 地毯你只可以吸塵 或者你用地毯的清潔劑 那這部機就不可以了 那另外 我覺得它的附加功能 譬如它整部機 可以拿起抹槍 或者牆 這個也是一個不錯的功能 因為譬如 如果牆 或者在窗上有很多污漬的時候 其實你都可以用這個方法去做的 好了 那說完優點 那它有沒有缺點 也是有的 第一個缺點 我覺得是什麼 它不夠智能的地方 就是 其實它這裡有一個水箱 它用了多少水 它不會告訴你 它只會告訴你 它只會告訴你 它50分鐘之後 它就會叫你 你加水 但其實有時候 沒有到50分鐘 它已經用了 那些水 導致到可能 你抹的時候 抹到最後 如果你的房子很大 的話 可能就沒有水 第二個 我覺得不夠智能的地方 就是 它那個Sensor的範圍 太窄了 它只限於這條北式的邊 那譬如如果你去到一些長角位 它是有一些傢俬 抹出來的時候 它有時候 如果它高過這條的黑邊的話 它會直接撞到 它的架子上 它是不夠平的 那所以這個地方 我就覺得 不是這麼智能的地方 這裡需要改善 那其他你說 有些什麼 不重點 就是它沒有一個家 它不像 像那個吸塵機一樣 它有一個家 自動買的 之後才可以回去自己 插座 它這個是沒有的 它這個家是手動的家 你用完之後 它停了 你放回去 然後拿它 充電 然後一條電線 插在這個位置 這樣就 沒有那個那麼智能 那因為你作為一個智能的 產品來講 我想你 每方面都要多一點點 因為你 本質吸塵機 也有家 那麼多年延似雞 為什麼這個不會有設計 一個家 這個就是 我覺得它需要改善的地方 但是總括來講 這個對於懶人 或者是我 我覺得是非常之適合的 你可以調整時間制 你出去上班的時候 你就叫它抹 其實不會阻擋你 當然也需要說 你家裡 不要那麼多斬抹 你不要說放到四處都是斬抹 如果不然它也是走不到的 所以這個 我覺得是幾時推薦給大家 多謝大家的收看 記得Like Share 和Subscribe 我的YouTube Channel 多謝你 拜拜